哈喽 大家好 我是远方君 现在我在上海的最有名的网红美食小吃这里 然后这个就是八大重油饼 每天不管什么时候都有人在那里排队 大家看一下 这个队排这么长 还给他们设置了这个位置 座位 平时排的还要长 据说 都是线口线卖的 我今天也就是尝一下 还给他们配的这个凳子 好像到我就没有了 来给大家拍一下 这么长 他这个上面的告示写的是 每天早上六点到下午六点是营业时间 然后每个星期三休息 另外就是平时限购五个 到晚上下班之前的话限购两个 去找自我吃的 哦 自我吃的 哦 自我吃的 排了一个都好上来 哇靠 还要等吗 下一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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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轮到就好了 你也想 我也是管 我也是管 他这一股外面 顶着呢 他们买的 两股 还有两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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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有 嗯 这比行吗 那脑黑路也不正常了 对吧 对吧 跟这个给我准备 对吧 对吧 一把四页 要把一把四页 坐过来 不去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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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马 干啥 我的天哪 终于买到了 这个是排了两个都好吃的 想买到买 买五个 本来一开始只想买三个的 然后感觉排长队了 排得太久了 买两个买三个太亏了 干脆就买一个五个 五个是限购五个 刚才说这个就是饥饿营销 感觉有点对 如果平时在买的话 别人可能就买一个两个 但是像排这么长的队 就买五个一次性 好了就这样 等会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